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第一位是這個媒體工作者 迪志偉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諮商心理師吳佩穎 吳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媒體工作者 呂文娃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媒體專家 周應俊 周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活動主持人TEC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談前三感情 有一位女網友發文她說 男朋友時常開車 載三五好友一起出去玩 但是一趟路下來 優急 停車費 有時候還有這個過路費 都是她在開銷 男朋友都不想計較 總是自己默默去付錢 那長久下來讓這個網友覺得 男朋友一直在吃虧 那她對男朋友的這些朋友們 她很不滿 這個網友的這個發文 請問文婉 她的網友的反應怎麼樣 我覺得網友的反應非常非常的分歧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朋友做會 其實不用嫁到那麼多 是 是 然後也有些人說 其實如果有懂得理數的人 自己都要知道怎麼做 是說要分擔還是說 待會請大家吃飲料 還是說下一餐我請 就是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可是要講就是說 這個標題當這個女網友在PTT上面 弄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看起來很簡單 很日常 比方說帶朋友出 帶朋友會跟朋友share停車費嗎 其實這個標題看起來很普通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大家都很有感覺 那這個女網友之所以會 以這個為題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 她說每次都是男朋友開車 帶朋友出去玩 那她幾次關車下來 她就覺得說 車是我男朋友開的 油也是我男朋友加的 那停車費我也是男朋友付的 然後可是過程當中 她就覺得說 有些人就會裝死 裝死了 說 假的在地區 有的人就說 那這個是不是要什麼分擔 有的人說 不要說話 黏黏黏黏 她看了她就覺得 真的看不下去 可是這個其實真的是 社交上面的美感 對 四伟 你會計較油錢 計較停車費嗎 不會耶 因為如果說今天是我約 大家出去玩 那就開一台車 不是比較方便嗎 而且你也會開車 我也會開車 我累的話你開 所以OK啊 我不會去計較這個問題 如果從冰凍器 還抬起來油錢不少 還好吧 把那個加滿 我的車加滿是一千五百多 現在 那我從臺北開到南部 再開回來都還有剩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是順便 所以大家講好了 因為現在有那種就是共乘的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在內湖上班 他就自己在我們的那個 你剛才會討嗎 討我是臉皮很薄 我是不會討 別人要跟你討 我不用跟別人說 我們就給給別人了 別人 你不會跟別人討 但是你會給別人 我會給別人 對啊 那你都知道這個規矩 那別人不給你 那就是人家沒有那個 別人給你 你會收嗎 我也不會收 除非今天講好了 如果說 我們不要搖幾家小孩 那真的要收我們就一樣收 平常說講好了 就是今天你開車 我們大家share這個油錢 對 那講好了 那就是那最後加油是多少錢 一千五 一個人 再三個人 一個人出五百 我還開車 對不對 如果真的要製造 我是比較不會 但是我覺得最受不了的是什麼 我曾經遇過 我覺得我這個花油錢什麼在 我都沒關係 提升費都 我腳都沒關係 可是呢 我那個朋友 就跟我站在那個 就是繳廢機前面 我真的攤開來 我就是千元招跟五百 我就是沒有零錢 我就問他說 你有一百 你有一百塊 皮膚我連拿出來就沒有拿出來 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零錢 我就想說 你這個人 沒有 那個真的 這個欺負一點的問題 你沒有拿出來看一個 翻一下說 沒有 我才有看可以湊一下 沒有 馬上描迴 我沒有 我沒有 你有跟我說 你如果看就沒有看 你也知道沒有 沒有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所以我知道沒有 我們那時候真的會覺得說 算了 真的靠 真的就是你會看清涵 你會看清一個人 真的 吳老師會在乎這個嗎 不會啊 我們上次就是 我們挖挖挖幾個好朋友 就去三隻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直接開車去 對 然後像我其實 開你的車 對 開我的車 然後我其實本來就是很喜歡開車 帶大家出去玩 所以像我其實上個月也是 就自己開車去 去到斗六 然後再從斗六 接了我朋友之後去玉山 對 然後我朋友也會問我說 我們這樣兩天一夜 那個車錢多少錢 因為從頭到尾就全部 上山下山都是我開車的 車是好車 那個消磨還蠻貴的 對 就上山下山都是我開 但朋友也會問說 要不要幫忙付這樣子 我就說不用 不用 不用 然後他們自己 就是大家都會有個默契 就是他們自己就會把晚餐錢 或者是某一些餐費 他們就自己去付掉 那我就覺得也OK 因為我喜歡開車 我就覺得很開心 而且爬山有人一起 就是你知道山 就是爬山到最後 都很容易沒朋友 所以有人一起爬山 我就覺得那更值得 所以你有一點 有一點就像男生的性格 像男生的性格 對啊 阿薩利 對 那Tag會在乎嗎 我應該怎麼講 我心裡會在乎 但我不會講出來 我只會默默地看 大家有沒有動作 然後如果沒有人動作 我可能會自己講 另外一種方式 來跟大家 我覺得還是要大家share 我就會說要不然這樣吧 我們今天出去 我們先一個人繳五百 當公基金 然後這五百塊 可能就是加油 或者買一些小飲料 買一些小零食在車上 但其實我自己本身也很愛開車 所以跟大家收這個 我覺得不是在乎 游不游錢這件事情 而是這個觀念 就是大家一起share 因為我們是同樂嘛 那就是有難同黨 就大家一起要 福同享 對 大家要一起 而不要說什麼 好像都是這個人在負責 然後那個都是那個人在負責 我就不喜歡這個 你會開口嗎 不會只要求五百 但我會講是公基金 對 我不會 我不會專門說是為了油錢 他如果說 可是是你約我去 我說你可以不要來 你約我 對 但我 我會怎麼直接喔 你就會直接說 你不只要五百塊就不要來 對 我會啦 我的個人 我覺得年輕人真的比較會 現在年輕人都是 大家這個 但我覺得這樣子 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有時候你就真的想 覺得說 看你自己會不會表示嘛 那就是有人臉皮很厚 他就是不會表示 就像你講 就會幹在心裡面 我是還有遇過那種 就是也是去停車場繳費 然後他也是站在你旁邊 對 然後你繳完費之後 他就說你可以幫我打桶編嗎 天啊 真的假的 你連掏錢都不掏 你還叫我打桶編給你 我真的覺得 這個真的 這個拉起來 這比你的更加很快 這鏡頭有點誇張 結果你呢 桶編幾號 你不是很囂張嗎 但你就會覺得 這個時候再跟他計較那個 好像又有點怪 就給 真的好誇張 怎麼沒有四個字 你娘咖 真的氣死耶 你先休息一下 先好 周老師會在乎嗎 我通常是不會在乎這些 因為有人做班也是很好 所以我不會在乎 這個什麼油錢停車 停車會這些 但是我遇到一個非常誇張 比我那個更誇張 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自己租車 自己帶 那因為朋友會跟我一起去玩 那我們有一次是從洛杉磯 去中理學 那也蠻長 那個距離蠻長的 對 OK 他就 就我的朋友 在找他的一個朋友 結果一直走走走 就去到那邊 你知道嗎 要吃飯了 中午要吃飯了 他就點點抵我們吃飯 那我們就戶了 我就戶了 但是更好玩的就是 因為他有一種 那個人的零錢 不是要加 加一個紀念品 就這樣加這個橢圓形 結果我們人家拿下來 然後就說戶 你知道 你知道他怎麼樣 你能借我一個錢 我也想要戶 你沒有錢嘛 他說 我拿去錢掛出來 不知道錢 我回去再給你 他連一毛錢都沒帶 你有嗎 也是有啊 一定要拿出來 要不然他說 我要 我等一下給你 結果等一下真的 就忘記了 我去又回到他家的時候 他沒拿 我本來要自己說 但是又開不了頭 剛剛那個人那麼多 換錢啊 什麼油錢什麼 都是我出的 你那個這樣 這樣又再算 算了 你說那是朋友的朋友 朋友 根本我不熟 那這樣子 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蹭得太誇張了 就是 後來我問我朋友才知道 原來他這個人 是跟所有人出去 他是不帶錢的 他就是好 問題是他吃的有錢 他在美國他還買很多房子 都在做人 他現在如果出去的時候 他都怎麼樣 他沒有 他這樣看情形譬如說你開 他如果感覺他需要行李 他會拿還給你 如果感覺不需要 就慢慢吃了 反正共同花費的都會這樣做 我覺得人做得這樣也不簡單 一世人都給他掉掉 對啊 還會給他笑臉 我忘記他的名字 不過我會記得這個 有這樣一個人 如果要做到這樣 在節目跟他說一遍不簡單 真的 你剛剛講說 你會跟朋友講說 沒有人家出五百塊 對不對 那如果是朋友開車 你會主動講嗎 我會主動講 但我的講法一樣 跟剛剛是一樣的 就是我都會講說 我們大家先拿錢出來 攻擊金 然後我們到時候就給 那個開車的朋友 這樣子幫大家補貼一點 那你跟開口跟人家講 每個人加五百塊 有沒有人講你小氣 大家會覺得有必要算成這樣嗎 就各付各的 然後我們買東西 就各自付錢 為什麼一定要繳這個攻擊金 確實是有朋友會這樣跟我講說 為什麼一定要收這個攻擊金 那我們其實也不用太過解釋 就也沒有為什麼 就大家出來玩 一個人付錢 總比要結帳的時候 四五個人在那邊掏錢 來得快吧 就是一個人統一去付錢 然後買一買上車這樣子 節省時間又有效率 所以我後來都會用這樣的方法 但是我就很討厭有一種就是 每次這樣講 他就說好啊 我們就大概付五百塊或幹嘛 然後就自己坐在那邊 然後在車上 那比如說是我開車 開開開開開 有時候想說大家聊個天 放個音樂什麼的 忽然發現大家都在睡 車子 坐在車子很容易睡著 就是很容易 那開車不能睡嘛 那你就會發現開開開 然後就大家聊天 然後就越來越安靜 然後就看所有人都在睡覺 然後他還不付你五百塊 還不給你公基金的時候 你就想說大家困得好像低的 沒有要付錢 那到底要怎麼辦 我其實還蠻常遇到這樣的狀況 真的 困得好像低的 有時候那個副駕駛座 好像也需要有點禮儀 當然是需要 我覺得你會勾出來 你知道嗎 我認為 像我是不理會有量的人 就是說有時候如果是 你是跟我講說 雯雯我可以搭個便車嗎 我基本上是OK的 尤其是像比方說常常上節目的 然後是秉玉瑋瑋 我真的OK 就算繞一下路我都可以 但是我就是曾經遇到過那種 就是說從樓到尾呢 他不講一句話 比方說我們一起上節目 然後已經結束了 他就跟你講說 雯雯你待會 對 我要去那個內湖 你可以載我嗎 你不是住內湖嗎 那我就會講說 好啊 好啊 順便這樣 然後他從上車那一剎那 很奇怪 就開始拿手機 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然後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禮貌出問題 應該是說你上人家車 你是不是應該就是說 有時候要尊重一下 沒有 也許你可以說不好意思 我在跟對方講說 我可能現在要有一個狀況 我晚點打給你 那你可能要做一些謝謝 然後不好意思啊 媽 有些人真的像瑪莉亞 你知道他坐我的便車 他就是非常非常有禮貌 從頭到尾一直謝謝 就是那個藝人 非常非常客氣 那我覺得你跟我 就是要先出一個跟他說 我這個電話真的很重要 我繼續 我覺得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個是西門里 我跟你講我遇到過一個 從頭到尾 起來開始說電話 然後就都沒有 沒有再跟我對話過 然後就跟你講 他以為你是UBER嗎 然後我說 那我就看 那我覺得說 那我想說他在講電話 他還可以一心多用 一邊講話 然後就一直跟我比來比去 然後後來 我要問他說 那你是這樣 他叫我這樣 叫我說不要出聲 然後我就 那我就覺得很痛苦 然後後來呢 他說順路嘛 後來真的他到 從頭到他下車 他從來沒有跟我開口 講一句話 然後甚至已經 繞路 繞滿遠的 然後突然間要停車 正大哥人家要多誇張 這樣子 叫我 一直說靠邊 然後路車對不對 像這樣這樣 然後蹦 走 就走了 從頭到尾上車到結束 他說他沒有跟我 對話一句 然後連下車 你應該說謝謝 麻煩你了 沒有 就走了 這種很糟糕 非常糟糕 這也是來 上節目的來賓 對 好好奇是誰對不對 對啊 很誇張 那開高速公路 有時候其實是會想睡覺 旁邊的人 複駕駛座 我們睡得晃晃晃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會受影響 就是說他那個韻律 你自己開車也會 啊 啊 這樣子 我覺得要讓你 不會睡著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講你的前夫 我怎麼知道 這個真的有差 可以為盤骨開天 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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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其實真的 像我做複駕 有時候做人家 有時候可能一行人 我們一起去外地工作 對不對 然後要回台北的時候 老實說 我真的我都不敢睡 我覺得因為最主要是怕 我們大家都睡得很 旁邊 他也會開車的人 也會很好睡 他其實會受我們的影響 我都會自己捏大腿 我真的老實講 真的 然後會一直這樣 今天會 沒有 就是我會真的 把那個表情 沒有 我會把表情 這樣子弄一弄這樣子 不然 我會睡得很難 好辛苦 辛苦 可是這個就是禮儀 對不對 是 有時候說起來 其實那都很小的錢 對啊 我會覺得說 有的人是 去不去外地 就是說我自己也開車 要開我的車 油錢什麼 別人都 都不在乎 然後又整個車上就一直睡 對不對 那助理 我們想拒絕 要怎麼拒絕 我覺得這個好困難 我就有一次 我其實是很 我就不會拒絕人家的人 但是那一次 就讓我覺得非常的幹 就是心中就是一個幹字 可是你又不敢 對對方發脾氣 就我曾經有接了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 基本上 有些會付你交通費 那有些是說 就是你要自己開車 好 那一開始講好 因為要去台中還是南投 我有點忘了 反正就是就是 台中的大理 那就是我想說 那請問這個是 你們有付交通費嗎 我不好意思問 他說可以啊 我們可以看 你是要坐高鐵 再搭計程車 還是你要坐火車 你要開車 我們都可以幫你支付這個費用 那我心想OK 那對我來講 我想說台中大理 我走高速公路 直接下交流道 我比較方便 因為台中嘛 畢竟不像高雄這麼遠 不然我還得要去車站 開車 再坐車 再坐計程車 其實搬來搬去 你的時間其實都下費了 那我想我就開車好了 那我開車當然我們就加油 那反正你要出這個油錢 那我們當然也會 有點貪小便宜一點 我就剛好車子開到沒有了 我就給他加滿 加麻對不對 加滿了 那時候油沒那麼貴 一千兩百多塊而已 我們就去現場了 那去現場 因為我就臉皮很薄 是不是應該要跟他 時報時效請款 我問你我加好了嗎 我不像車子有來回 回去還要把票寄給你 所以我就拿出我的這個 最後真的要走了 他也都沒有表示 就是給你 比方說這個演講 兩萬塊付給你了 我就不好意思講交通費 那你主辦單位是不是應該要告訴你說 對啊 你是怎麼來的 他看到你開車來了 是啊 我實在是不好 不講也不行 我就說 那這個交通費 我的發票在這邊 統編照你打的講了這樣子 他一看就說 你從台北到台中來 要花一千兩百塊的油錢 這油錢不是應該幾百塊而已嗎 我傻眼耶 我沒有看過有那個製作單位這麼的 這個主辦單位這麼的小氣 那你是不是要講清楚 油錢只能四百 你高鐵都可以給我做了 計程車費都可以給我做了 一千二他竟然這樣子回我 我後來就跟他說 所以你很為難嗎 我就這樣問他 他跟我講說 沒有啦 因為我們油錢 通常就是會看距離 我說那你要早講 那如果這讓你很為難的話 那算了 我就把發票拿回來 我其實是不太高興 不好意思 那沒關係 這個我先電 我用我的錢先電給你 我再去跟我的主管講 那我們怎麼可能讓人家電 我就說沒關係 我就發票拿了 我就很不開心地離開了 但就是我跟我太太講這件事 我太太就說 你為什麼不要拿 這種人就是要 你就是這麼的好被欺負 超級沒有用的這樣 那我心裡想想 你知道鄭大哥 你在回城開的時候想說 我幹嘛不要給他拿這一千塊 我自己開車下去就已經夠累了 那本來他答應我要給我的錢 對 可是是你自己說不用了這樣子 所以我常常在幹這件事 你真的很沒用耶 對 你很沒用 所以你問我怎麼拒絕 這太困難了 太困難了 人家要搭我便車 真的是便車我就載了 有時候不是便車 我們也很不好意思說 不好意思 我可能 我住泰山 你在板橋不是很順 不會啊 很順啊 你下了以後怎樣 就是有這種人 你是有開車好不好 那這位記協我是他 好啦 我們先去修行 過 beaucoup 好 文婉剛剛講到說 那個助理便車到內湖那一位 對不對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全程一直講電話 一直這樣指指點點對不對 也沒有謝謝 你看 下一次他再要的時候 你要 你怎麼辦 其實下一次我跟你講 後來那一次之後 我又再了他一次 我老實說 為什麼你還 不是 因為我覺得他平常 人也是不錯 老實說 也不是說 我一直在想 就是說他應該是那天不太好 所以我第一次的時候 我覺得我還是 我雖然心裡面 覺得有點不舒服 但我覺得他不是故意的 我跟你講 顧忌從施 第二次又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 我跟你講 他第一次 其實還好是第一次 我覺得他還沒有太過分 就是說 因為我跟他講 我要回家 所以他那次靠邊是還好 就是還是在我順路的路上 就第二次很誇張 他真的把我當Uber 他就是都不講 一樣 開始講電話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 心裡就開始很毛 就不舒服 我那個火已經 就是等於前仇家 就是救恨家見仙 對 我就覺得已經受不了 你知道嗎 他居然還可以 用他的臉告訴我說 左轉 瑞光路左轉 結果你知道 我帶他去趕通告 這大顆你懂嗎 因為他停在 就是一個電視台前面 你知道我整個就整個 然後也從頭到尾 都沒有跟我講話 他下車之後我心裡想說 我真的老娘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名字倒過來唸 我才回頭 就是回轉之後要走 電話來了 電話來了 好錯電視台 沒有 沒有 文婉 你看我坐位前面 是不是有放一包東西 我忘了拿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 你瞭解嗎 我走了又讓我回來 給他送東西回去這樣 你可以想見那個感覺 沒有 沒有第三次 所以我想這個人 那下一次他在要求的時候 你怎麼辦 沒有 他還沒開口 就我沒有開車 我一進門 可能就看到他 我就說 不要 就遇到志偉 我就說 志偉 你有開車嗎 我可以當你便車嗎 其實我有開車 如果被他發現你有開車呢 沒有 那你就要 你就要反省 人家就是針對你 你還敢講 發現就發現 對 我已經算很有禮貌了 你就跟他說 我那個有急事 今天不方便 這樣就好啦 其實很簡單 我說我稍後要過一百尾 對不對 或是說 我在關時間 我沒辦法給你 可能我也臉部 臉部的補 說會遇到這樣 抱歉 你知道嗎 要不然就跟他講 你兩次的前科算了 我跟志偉可以結敗 我們的個性很痠 就是臉皮薄 吳老師 臉皮薄怎麼辦 怎麼拒絕 臉皮薄 其實你就是很在意別人的臉色 就是別人可能對你很失望的樣子 你就很過意不去 對 那我覺得你既然知道 你自己臉皮薄的情況下 那你要不要練習去承受 別人的那些語言 對 因為臉皮薄人 就是可能你看你剛剛講的 那個內湖這樣兩次 他可能就講一句 文婉 你這邊 看BNW這麼小氣 有沒有 之類的 有沒有 你立刻心情就不好了 就是其實我們就可以回來想說 當你被人家講這句話 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對 有時候是因為 我們受不了那個第一個反應 但如果我現在受得了 就說對啊 我就小氣 我就很坦蕩蕩 這樣子講喔 直接講喔 對 不一定不是 文婉姐不會這麼的直接 但是可能文婉姐會用自己的方式 去講 但重點就是 就是我可不可以承受 別人的那個語言 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覺得我心很軟 這樣有 才上個禮拜 幫我去錄了一個節目 那天錄完已經快要一點鐘了 你知道很誇張 然後呢 凌晨一點 對 快凌晨一點 然後呢 其實在錄最後一段的時候 其實製作單位有一個氣勢 他就悄悄地待我旁邊就是說 那個文婉姐 待會兒呢 你可不可以 你有開車嗎 因為是在林口 其實很遠 然後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載某某人回去 順便載某個藝人回去 然後呢 其實老實講 其實你說順路嗎 他可能他是住台北市 沒有錯 可是怎麼會順呢 然後我就 我當下 我老實講 我就像吳老師講 我就說 這麼晚了我可能不方便這樣子 他是一個女藝人 可是我就可能不方便 然後我才拒絕完 你知道我下一秒 錄完之後 我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沒有 我做什麼事 錄完 然後就是大家說 拜拜 我就自己主動去 那個女藝人旁邊說 你 你等一下怎麼回家 你怎麼回家 要不要打我辯車 那我就說 那我載你回去 我就這樣子 就是其實他沒有開口 是氣勢開了口 後來我還是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還把他送到 送到回家 然後我自己回家 都已經一定要再多一點時間 我回家都兩點了 可是我就覺得 我就是有這個 自討苦吃 我不知道大家會怎麼樣 可是我就做這種 那Tag如果是你呢 我也會做這些 你也會嗎 我也會 我也會 但我其實大部分 如果是要送人回家 我覺得也是看人 如果真的這個人 不是這麼的熟 我覺得我跟他在車上的 那個尷尬氣氛 真的不知道要聊什麼 我就會拒絕他 而且反正不熟 所以我就會很直接的拒絕 那如果是很熟的 其實就無所謂 你要來我家過夜也OK 女藝人 男的也可以 男的都可以 對 反正就是 如果很熟的朋友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如果真的不熟 我還是會很明確的 就跟他講 可是我要補充一下 那位女藝人 我必須要講他非常非常懂得禮貌 他從頭到尾 雖然很晚了 他也沒有自己滑他的手機 也沒有自己講他的電話 都沒有 他從頭到尾一直陪我說話 一直陪我說話 然後一直謝謝 不好意思什麼 一直到下車那一刻 還一直跟我 王恩姐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所以其實也感覺很爽 所以晚一點對不對 很怕就是他一直講話 其實我們一起打他歉 他還一直 對 最怕就是這樣子 我曾經有接送過一個人 他其實很妙 就是他也是跟我講 那個take 我可以搭便車嗎 我說好 可以搭便車 他一上來之後 他就開始幫我擦車子 就我車子已經洗過 就很乾淨 他就開始擦 他說我跟你講 我這樣坐你的車 其實有點不太好意思 我剛剛可能出外景什麼 身上有點髒髒的 我就先幫你擦一下 就幫我維護得很好 這樣講得很好聽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不是 他就是有潔癖 所以他不管上什麼車 他都要自己擦 然後我那時候還想 哇 這個人怎麼這麼好 我說我下次一定要再載你 那有人載你之後 我那個車都變得好 可是他這個邏輯很奇怪 他說他身上很髒 他應該是要親他自己 沒有 他先親我的車 他這個縮子 他這個縮子 但我一開始不知道 我以為想說 這個人怎麼這麼好 你嫌棄的車怎麼爛掉 其實是這樣 對 是 是 那take哥 你說這個曾經有室友跟你 一個禮拜都借一千塊 這個其實很妙 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嘛 那其實有時候 可能大家也都是在這個圈子裡面的人 確實我們當時是新人的時候 通告的穩定度 確實不是太好 然後他就每一次 就會說 你有一千塊嗎 借我 借我吃飯一下 我想說 對 他確實是也沒什麼通告 那我剛好有 好 那我就借你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每一週都借他一千塊 我想說反正他有通告 就會還我嘛 那確實他有時候真的有通告 的時候他是會還 可是他不會一次還你四千一個月 他就是還你一千 還你一千 偶爾還你一千這樣 那你想說反正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嘛 你就OK 好 那我就借他 借 借了大概一個多月的時候 我忽然發現那時候的臉書 是可以就是設黑名單 我發現我是他的黑名單裡面的人 所以我看不到他的動態 然後我們 我在 你借他錢 對 然後他幫你用黑名單 對 然後我另外一個室友 也是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我們好像是被設了黑名單 是我另外一個是有告訴我的 然後我們就去找共同的朋友 一滑之後發現 他跟我們借錢都是去吃喝玩樂 就他根本就不是 不是什麼真的沒有錢吃飯幹嘛 就發現他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天天不是唱歌 就是出去POP玩 喝酒 然後就跟朋友大家這樣鬧在一起 所以他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 那一天我們兩個人看到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就問他 他就說 沒有啦 就是反正就有朋友約 我就走嘛 我說我很好找 人家找到找我就去 我就沒錢 就不能不去 他說要面子嘛 所以他就跟我們借 我們後來才知道 他禮拜一跟我借 禮拜二跟我那個室友借 禮拜三跟別的室友借 跟別的朋友借 然後就這樣一個禮拜 剛好有七千塊收入 對 然後就這樣一直借借借借借借 後來到有一天我們兩個室友回家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那個房間空了 他就忽然搬走了 不告而別 他就走了 然後房租也沒付什麼 因為你本來應該是要share的 對 然後這個人就離開了 到現在還下落不明 如果你有看到節目 我得趕快就跟我臉多 這可以給我四千塊 就這樣走了 然後我們就找了那個共同朋友 那個共同朋友就發現說 其實他真的就是一路這樣借 借 借到現在 可能真的也没有朋友要借他了 就他這一圈的朋友 可能他覺得借得差不多了 他就換了另外一個圈子的朋友 戰場 對 另闢戰場 然後這個人就這樣不見了 開發新市場 對 開發新市場 新市場的信用打壞了 對 真的是 OK 好 等一下回來 繼續討論 先休息 好 請坐 人莫名其妙地受托 好像又不太好意思拒絕 朱老師就碰到這樣 就是 大家一起玩 真的就是第一次見面 出去的時候說 上節目在下 對 你幫我打 什麼 五五六八六 五五六六或是五五六八八 我不能在叫車 自己我就不能在叫這個車 不能叫車 五五六六是一個團體 所以就叫我 五五六六來的會是孫協助 我也不認識他們說真的 結果我就跟他 我心裡想說你不是也有手機嗎 他說我的手機也不方便 他爸爸的車子要按這裡來 因為我們錄影的地方 他說他爸爸 我現在叫他一次 他車子都會從這裡來 所以我沒方便 我說怎麼會這樣 他說我之前來 都嚇人嚇人都會幫我叫車 我想說這樣喔 那我就只好 其實我是很不... 很想因為我那天 兒子要來載我 但是他手把我交掉 我說不好意思 又跑不掉 就這樣子 他都一直把他卡在門口 車來說卡在門口 連那個他跟我講記號 其實我忘記了 我說他說什麼色的 顏色比較容易記住 那個號碼一大堆 我就記不住就這樣子 我也覺得 那你也是保密皮的人喔 不是啦 我是說那時候 馬上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怎麼這麼奇怪 因為不是真的很熟 因為我們保密皮是因為 我們不會去麻煩 不太熟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舉手之勞啦 就是幫忙打個電話 可是他有手機啊 這個是什麼邏輯 什麼叫他叫過之後以後 車都跑過 到現在還不懂 真的還不懂 而且我本身 那你也聽得進去這種理由 沒有 他已經被他勾住了嘛 他有勾住 我也一樣 因為我根本就不會卡過 現在 五六六 我真... 其實說的 我們這些年紀越多 其實面白有越高 但是問題是 這裡我根本就不行了 因為我如果要叫車 真的有需要叫車 都一定是 你如果覺得牽手一次 要跟人記著 你都怎麼記著 我說沒辦法牽手一次 因為我一個水龍翹翹 我是要怎麼牽手一次 我從來不會牽手一次 但是後來會覺得 後面會心想說 怎麼這麼奇怪 心想一直說怎麼這麼奇怪 為什麼這樣子 為什麼有人會這樣做 我覺得是耶 有時候當下真的一下子 你會忽然會議不過來 然後事後你會覺得說 現在是你做什麼 現在是我站在那裡嗎 我就也是前陣子的事情 那比方說我們 大家一起錄影 那那個錄影的地方 真的有比較遠 就是不是市中心 然後交通很不方便 然後我錄完之後 我就很假的 比方說Tag我們很熟 是老朋友 我知道說他都沒有開車 那他一般都要叫計程車 不然就是要再什麼 接公車 捷運什麼很麻煩 所以我就說Tag 那個 待會兒你要回 我要回那個 你要不要搭便車 我要回內湖 他說我OK 你就到那個有捷運的地方 你放我下來就好了 我就OK對不對 我們在對話當中 突然間有個人殺出來 這個人是我第一次 在跟他一起同台錄影 我根本不認識 老實講 電視上是知道他是誰 但是我們根本沒有私交 然後我跟他也不熟 就第一次錄影 一向我總裁說 那我也要 結我也要 我說你也要 對啊 然後我就有點尷尬 你們都像妳姐了 我討厭 然後我就 然後我都還沒有會議過來 他馬上就講說 因為我問的那個朋友 是男生 就很熟 然後他就說 還是你們兩個 有私底下話要講不方便嗎 然後我就 這句話還講下去 我說 沒有 沒有 OK 方便 然後他就這樣 結果他如果被你拒絕 明天的報紙標題就是 你跟Tag兩個人 在交往 真的 跟你講 對了 我那時候你再咬下去 我根本就是逼我到牆角 我就說好 可以 我就開始把那個什麼 我們後座其實沒有做人 就有很多東西 不然後車到擠下去 過程當中 因為老實說他真的很 渣渣 就很渣乎 有時候太吵 我真的也是很痛苦 尤其在開那個高速公路 其實突然間失去掉 那個交流道我就失去掉了 然後我就等於是 就糟糕了 開錯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跟他們兩個講說 不好意思 我開錯了 可能要浪費一點時間 要繞一下這樣 他又甩下去 你都要說什麼 你都要說什麼 沒關係啦 這樣我差多了 你知道嗎 我如果自己搭車的話 我現在還不知道 可能剛才出發而已 意思是說 他要怎麼搬車 NO...很麻煩 OK... 這樣子我也是會和我的意思 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你回答那個幹什麼 後來... 好啦 就下車了之後 然後就像周老師 後來社會講說 奇怪 我怎麼莫名其妙 我就載了他呢 然後呢 而且好奇怪 怎麼會 怎麼會有人就是臉皮厚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禮儀 因為你不應該 像如果我們的話 不熟我怎麼好意思說 對啊 姐 我也要 我也要 然後他要去那邊 我也要 我只要到市區 就對我來講 省很多事情 其實這個其實 給人家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那我不知道 你們會怎麼處理 聖大哥 我也要 好啊 Let's go 這個真的 很有意思的議題 我的車子 沒有給不認識的女生坐 你這樣子很冷 很尷尬 不然要怎麼講 問題 我們怎麼會不認識呢 這個很堅強 因為凌晨一點 我真的不方便再 沒有 那個六七點而已 六七點也不方便 好 你為什麼不方便 加管炎 不是 我覺得不是加管炎 那就是不認識 沒有 我覺得 即便是認識 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是 鄭大哥應該說 那個記者會比較注意他 如果說隨便這樣帶異性 我說真的 因為現在這樣的社會 不是記者 是一般人拿手機拍一下 然後就傳給記者 然後 下個會聲會影 你還真不曉得怎麼解釋 我都會說我真的不方便 就這樣 不方便 就直接講不方便 可是你為什麼他就方便 誰 就是我 是我剛剛那個狀況 同樣的狀況 那個原來是男生 對啊 這樣就解套了 男生我當然方便 對啊 那不方便 異性不方便 異性不方便 沒有 我那個真的是 自己真的給水癮 異性比較方便 你不會 你這樣跟你的經營就不一樣 因為這樣 說可以沒關係 當然 他也沒有娶 對不對 車子又夠寬 沒有 我的情形是 我跟這個男生是好朋友 我問的是一個男性 結果女生跳出來說我也要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加進去之後我就難做了 對 這個真的確實 你不想對不對 我不想 那我們要怎麼拒絕 那個PO在我臉書上面 可是你知道很妙的一點 其實就是呼應 今天我們講的主題這個 你會發現下面的人的回答 都不一樣 有些人就直接講說 沒教養 怎麼可以 怎麼好意思 臉皮厚什麼的 白目啦 不長眼 可是有人就講了 你為什麼當下不講呢 你可以拒絕 那你這時候PO文這樣講好嗎 這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你講你會發現就是說 每個人的觀點跟角度都不一樣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啊 你現在你沒有主題 對啦 那網友這樣講 有時候我講說 我們人反應沒那麼快 對 那事後才覺得說 這個心情很不舒服 就抒發一下也不問大家的意見 對 沒錯 對 那吳老師如果是你會怎麼拒絕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會看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因為我本來 就蠻喜歡交朋友的人 那如果是就是第一次碰面 然後我可能跟他相處過 我覺得他好像蠻聊得起來的 一個一個人 然後他如果這樣子說 那我覺得OK啊 你很主動 你很喜歡就是這樣交朋友 我也OK 可是假設 假設因為我其實很會看人 所以我只要在那個互動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是那種 會佔人家便宜的人 我可能還是會用其他的方式 跟他說說 我現在車子可能不太方便 因為我車子雙門的 就是可能後面沒辦法載人等等 這樣子的方式 是個不錯的理由 對 我剛剛想到是說 我會跟他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孩子 沒禮貌 姐我也要 拜託 有那些食物 明明是我 我是妹妹 你叫我姐姐 對 而且我也要的意識 好像有點強迫 對 這樣 那既然我們不太想讓他做 我會跟他說 車子上載了很多東西 那個沒有空間 沒有空間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沒有 因為我 因為是個男的 他把他打下去了 我就會出力 不過你就說 只有前座 後座都放了很多東西 就沒有空間 我覺得這個理由不錯 你下次就是直接跟那個男的講說 那假設你跟我們說 那TEC 那我不載你了 我載他 然後你讓那個TEC去 這樣好像把問題丟給朋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那種廣仲人這樣 這樣怪怪的 你有比較好嗎 機會拿藥單 你就浪費 提議要救火 他根本不想載那個人 我懂 我蠻想說 讓那個人知難而退 那他這樣 那不好意思 他如果面對就批公姐 我也要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有一位女網友 他跟閨蜜夫妻一起出遊 那三個人 三個人正在住在四人房裡面 自己先刷卡買單 沒有想到事後 對方在計算防費的時候 只願意給他一半的錢 和一瓶飲料 還表示說 因為我們夫妻倆只睡 只睡一張床 你一個人就睡了一張 防廢當然是這一個二分之一 那文婉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其實我也覺得出處 你人家一堆 老婆恩恩愛愛 你一個人做電燈泡 還住同一間房間 這就是出事 這沒什麼事才怪的 可是他們的事情是出在 就是防費的問題 他們到宜蘭去旅遊 反正民宿那個房間就是 四的人兩張床 老實講大風吹怎麼吹 也是他們兩個睡一張 你自己睡一張 然後他們的防費是七千五百塊 因為是這個PO文的人 他就先把錢付掉了 結果隔天要來算防費的時候 他收到的是三七五零 那這樣很明顯就是什麼 就是除以二 然後又加上一罐飲料 他覺得怎麼算都很奇怪 不是應該除以三嗎 結果他就其實老實講 他也滿有勇氣 他當場就提出來說 那應該除以三 不得了了 閨蜜的老公還是男朋友 反正就在旁邊就直接講 除以三我們不得了 這樣子我們吃虧 我們多付了一千兩百五十塊 說這樣 算得這麼多 好 這個其實當下他就炸掉了 他覺得說這種還可以當閨蜜嗎 這個一PO出來 當然就是也是說法很多種 可是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真的是很kimochi的問題 這本來就要除以三 因為 可是有一個網友他回答的 我覺得還滿科學的 老實講本來就除以三 你盥洗用具 以民宿來講已經準備 三份 早餐也準備三份 餐點三份 就是除以三啊 那也不會是除以二啊 所以炸不完 我個人覺得是要除以二 你覺得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可能會住在一起 就是這個個人的這個 他想要生錢 他想我這樣做的大宅 這樣就要除以三 我就比較少 其實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們兩個 沒有跟你一起去的話 你自己一個人 你一定要單人的 那個都會比較貴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如果兩個房間 你那個房間一定會比一個人更貴 這就是房間的那個觀念嘛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要除以二 除以二 個人覺得 我也是覺得要除以二 除以二才是正確的 因為你沒辦法自己一個人住 你是一人份的 他一定是要一間房 但是我是覺得怎麼跟人家夫妻一起睡 睡得很怪 所以我就說有問題 他就是 我都覺得 應該是就想要生錢 想說這樣我會生一分 我生三分之一 我生一分之一 他們是算床 因為你睡了一張床 所以一半 他們夫妻睡一張床一半 所以如果三個人睡一張床 就只有一半 那個私人房一定是兩個大床 兩個大床 一定是這樣 三個人睡一張床除以三就對了 可是如果是我 我是老公的話 我全部 我做面子給我太太 你錯了 你太太會跟你朋友還沒聊 然後我就會跟我太太說 這種朋友以後不要約了 跟你那麼計較 因為我們睡過了 怎麼了 真的睡過了 那他說要除 就是問他含睡不含睡 笛字尾這樣講好了 我跟你們夫妻睡這樣子 這樣的狀況 你會怎麼分配 不是 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我是說錢怎麼分配 錢怎麼分配 沒有 我就跟你講 我一定全付七千五而已 你覺得你老婆真的過得去 你老婆OK 我老婆因為不是花她的錢 她沒關係 不是 不是錢 文婉跟你們夫妻一起睡OK 不OK 這很怪 這真的很奇怪 真的你答應這個事情 那吳老師OK嗎 吳老師 任何人都不OK 好不OK 我跟你講 我們曾經是這樣子 就是說跟一對 我們就是 兩個家庭一起出去玩 那我們去德國玩的時候 我們就是住在同一個民宿 那住在同一個民宿 那時候 因為大家要分享的錢 是一樣的 那他們四口 我們也是四口 那到了這個民宿了 他就是一個在一樓 一個在地下室 其實坦白講 我當然想要睡一樓 就是比較不會像在地下室 這麼悶 可是我們就是那種 臉皮很薄的人 我們就說你們選好了 那我朋友他們就會說 我們都OK 那我跟我太太看了一下說 我們也都OK 其實內心 我們兩個都希望說 他們選地下室 他們選地下室 結果後來他們說 那我們選一樓這樣 這樣顯得一定 對 但是因為 你至少是一人一層 但如果說 我們曾經去 因為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曾經去一個 那個是要共用廁所的 我太太就跟我講說 你去拒絕 就是說千萬不要訂這個房間 我沒有辦法跟人家一起 一起共用這個廁所 對啊 所以我就會跟我朋友 因為有人家的老公 怎麼共用廁所 那個是大家都是很熟的 可是那就是很麻煩 一來不方便 二來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說 不要訂這個房間 我就會跳出來說 不要 不要訂這樣的房間 因為這樣對我們都不方便 雖然他便宜 對 他常常會有這種狀態 像你去美國的話 你去參加當地的團 他都會買二送一 買二送一是什麼 就是你兩個人 他會送你一個人 所以他那個房間 就是三個人住一起 真的喔 對 很多他們的 那一個人是誰 就是我們老婆 就還有一個我的朋友 但是你像我像這種狀態 那如果不認識的嗎 認識的啦 他買二送一 那個人你要送或給 對 要給送不給送都沒關係 不給送就是你們兩個 你要給送你就給一個 所以我就會跟我們朋友做回去 我們朋友就帶我們去 都三個人就睡一間房間 但是老人比較沒關係 結果我還是一樣 這個錢我會全部出 因為這個是他買二送一 我不會叫他說 我們要除以三 不會 我就是因為買二 本來我就買二 我再怎麼樣也是買二 我一定是我 但是送一 你就要跟我對這堂 我們就一起去玩 所以所有我一定會自己 好 那tag是 你遇過朋友吃飯 永遠他都沒有零錢 他不是沒帶錢 他是沒零錢 他是有帶錢的 他就是每次我們 大家比如說大家吃吃飯吃一吃 然後然後share出來 一個人可能七百九十八 七百九十八 大概就開始 有的人就拿八百 我如果負責收錢 我就找兩塊 或者是等一下我收期之後 直接到櫃檯去換 然後再找給大家 他就說我沒零錢 我等一下給你 你就想說 好啦 那因為在收錢 其實也很複雜 你就說好 那就等一下 這一等就兩三個月 七十八塊沒有給你就 沒有 就七百九十八就完全給 他就說我沒有零錢 我想說那你可以給我一千 他說沒有沒有零錢 我說一千不就最大 你還有什麼沒有零錢 然後我說那要不然你給小賬 他願意欠你七百九十八 他也不願意他欠你兩百多塊 對 給欠兩百多塊 兩二零二而已 七九八 二零二 我就心裡想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要給錢 可是因為一次兩次 我覺得都還可以接受 到第三次之後 他又講說他沒有零錢 是七百多都沒有零錢 對 他就說他沒有零錢 其實我覺得他只是藉口 因為大家在拿錢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接一千的 這是有可能 對啊 但是就是說 靠合理時給你一千塊 你怎麼找我 你有機會你再找給我 對 但他不願意 他就是只能給你七百九十八 多的他都不會給 但是他常常就是 沒零錢就七百九十八都沒 就沒有 他就說我沒有零錢 那就下次 就你等我 我等一下有零錢的時候 或者我等一下用一千塊去找開 我再給你七百九十八 好堅持喔 他就很堅持 但是我也很煩惱說 一千塊給你 你以為我忘記找 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 對 有的人心態這樣 而且欠小錢 你說你會不好意思要 對 我跟你講 我們辦公室 以前我在新聞播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主播 然後他就是兼播的 就是記者又兼播的 然後他就常常會 比方說我要去買咖啡 那我們要去買咖啡 總是大家同組的 會不好意思說 因為我 不好意思我自己 另一杯咖啡回來 所以我要去買咖啡 誰要 我 可能就好幾個舉手這樣子 就要給你錢 我說沒關係 回來再付就好了 我先去 那每次回來就是 就是他 就這個人他就會說 我現在沒有零錢 我只有二十 或是說什麼 我下次請你這樣子 但是我從來沒有請過 被他請過咖啡 那每一次 就買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說你上次兩杯的錢 還沒有給我 一杯我就算了 當請你 第二杯 對 那第三杯的時候 我說 因為他都喝星巴克 對 還不是 還不是小七的 對 因為我公司 對面就是星巴克 其實我跟他做幾點卡 給他好了 你看他親自 真杯小七 等於一杯星巴克 對啊 他還要指定說 我要星巴克的 對啊 不過這樣的人 通常最後人家就不 就不找他吃飯了 對啊 來 我們先休息 這碗了 好 那這個Tag 聽說後來你們就不找他吃飯了 我們就不找他 但是他就會在我們的所有人群組裡面講說 你們又約了 怎麼都沒有約我 很過分的 怎麼樣 搞得好像是我們的問題 是我們不約他 但其實我們又不好意思跟他明講說 因為你每次都沒有零錢 而且每次出去你也都不付錢 然後就只要我們再講到錢這件事情 他就會去 我沒有零錢 我去上個洗手間 他就會不見 你知道收錢的人 有時候收一收 他就直接去付了 他其實也 就會去算 對 他就缺多少 他就自己補 然後補完之後就這樣就沒了 然後就每一次都這樣 然後我們久了就講說 就不要再約這個人 但是他就會在大群組裡面 就一直不斷地講 你們怎麼這樣很過分 你都不把我當朋友 可是他等於是他沒知覺 那表示他沒知覺 有些人是這樣 發現 那你們不覺得應該要直接跟他講嗎 後來其實我們有跟他講 然後他就說 有啊 我有付 我哪裡沒有付 他就問我自己不承認 怎麼會說我沒有付 你們很過分 你們是不是故意要排擠我 所以說我沒有付錢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就是沒有付啊 好可怕 好 那這個周老師呢 也有這種不付錢的朋友 對 這個是 本來是很好的朋友 本來就是一直都很好的朋友 那因為我 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我們在日本做生意 我每次去的時候 他就會 每次回來 我都會買一些小禮物 都是會習慣買小禮物送人 他就說我們當時我們帶你們來日本鐵頭 我說好了 我們當然一直印他好 那結果有一天他真的說他要來 結果我這樣 你如果要來你就要等我生意做什麼 要不然我沒有時間陪你 因為他們會很多地方 他就說你胃口會痛 他不會痛 我就找你 好了 他就說沒有 你說你機票 買比較慢的 他就來了 他來了以後 你在日本 我也是去那裡做生意 我也是要帶錢去的 我也是要那種的 結果我要去機場接他 去機場 這是我們不能自己開 不可能說這個錢要算你的 但是這就是我多的花用 那沒有關係 好 現在來因為我在這裡 你來找我 請你吃一頓飯 這一定要 好 請你吃飯 那就帶你出去玩 那出去玩當然就是怎麼樣 他很奇怪就是說 後來我們是從大阪要到東京 大阪到東京 因為那個剛開始在那邊 小旅遊的那個 那個電車是比較糟糕 那比較沒關係 但是你大阪到東京的那個 那個新幹線 新幹線過 那時候一萬三千過 那因為我愛你會痛 他愛你不痛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去買 我不可能說我先去買 買完的時候我們就坐去 那奇怪 我怎麼會覺得 你怎麼都點點都沒有 我說 我就沒辦法 結果去好了 現在就去 我就拍攝 再跟他講 就點點 我們是新冠的 想說 怎麼會討厭 要請你吃飯 還請你吃飯 連這個新幹線 來跟東京 你又給我出 現在我們要東京 要去第四年吃飯 第四年吃飯 對 門票他就又點點 那麼心裡面我就不懂 我說這個門票要一起 你要出錢 你要錢給我 你剛才新幹線也不給我 你知道他就什麼 你知道 太氣了 你怎麼知道我不會給你 你的意思說 我等一下再一起跟你算吧 你怎麼會知道我沒給你 結果他拿什麼錢 拿不在四年的車票而已 拿那個票而已 那好像會一萬幾塊 結果那個新幹線就不出來了 結果後來他就一點的不高興 他就變成我不對 你頭子要贏 你為什麼沒有請我 你不是 我不是說要帶你去日本 那你不是要請我 你帶日本的人 他就認為是這樣子 我感覺我是來日本的人 我也不是 你如果在台灣 我請你沒關係 因為台灣我們就支援 但是你畢竟去外國的國家 你沒有資源 你不能說好 請就要請 以前如果沒錢要怎樣 流浪國外 結果就這樣子 大家轉回來轉回來 變沒朋友 轉回來 那個是很好的 應該說十幾二十年的朋友 就這樣子一次的再見 那是一條新幹線的車票 那你認親一個朋友 感覺很不舒服 對 不是那個錢的問題 我是覺得說有些時候 大家說清楚 你說要來找我這桌 你是來日本玩 不是來找我玩 日本不是我的國家對不對 我用這樣贏 然後他這樣贏我的工具 這樣好像變成我 對 就這樣 你想去嗎 沒有 你在記載什麼 我說我不要給你 就這樣子 心裡面就 變成說你彈開來跟他講也不對 就馬上說你怎麼知道我不付 對 變成我們好像不對 我們沒有那個北斗這樣 頭筋筋這樣 對啦 就這樣子 不過我愛意就選 我的那個真的太磨心了 要是我那個 我就整個 對 這跟他太磨心 所以我們在二十幾年的朋友 這個太誇張了 但他真的變不平 那如果你的朋友 這樣跟你講的時候 你怎麼辦 我當場我真的就是 我會整個認住 然後我真的會開始怪自己 我會懷疑自己 對啊 你在急什麼 人家說不定人家會給你 你何必 但是一直要到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他給我錢那一剎那 還是指付迪士尼的 那個票刑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 當中了 不是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他有可能 你如果沒講的話 全部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都沒有出了 是 好 那說下去一部分 志偉這邊也有故事 對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 應該都會遇到 我是比方說我們去國外玩 就會PO一下照片 當作寫日記 那也讓這個朋友知道 你在日本 但是其實那不是說要炫耀 那只是跟大家說 如果你來這裡玩 這一間拉麵很好吃 那是一個 我們在記錄自己旅遊的 一個心情 對 但你就會遇到 有人就會私訊你說 這麼巧你在日本 你可不可以幫我帶 那個什麼 那種吃酸痛的 那我們都知道 那個一瓶 在台灣買是很貴 你在日本買比較便宜 但是也貴 但是也 對 我說比台灣便宜 可是那一罐 你把它換算成 台幣也要一兩千塊 那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那我也不好意思拒絕 因為我就是一個 不好意思拒絕的人 那我們本來也會去藥妝店 臺灣人去日本 一定要去藥妝店 這樣後來我拜託 你如果給我們記錄 你算什麼事 我都不要PO文了 你都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等我回來PO 所以我後來就是 那個朋友是很好的朋友 那完了之後 我就跟他說好 我會去 那你要買 你要買多少 他說你可以幫我買六瓶嗎 那那個六瓶 你把它換算下來 是要一萬多塊 我也要看看我日幣 夠不夠 我跟他說 那我可能要刷卡 因為我的現金是要用到 沒有辦法刷卡的地方 我可能要刷卡 那他說沒關係 那個刷卡的匯率 那個都OK的 我來負擔 要記得買的時候 都說要做紅色的 然後我就說好 那你要買照片給我 我怕我買錯 照片也傳給你了 那我就按照他的照片 我們去跟我太太 我太太就說 你幹嘛去 保證 保這個工程幹嘛 那又不是親的東西 就會唸一下 我就說 換人是你 你會不要買 好啦 我們就去買 要買的時候 我還在確認 比方說打給文婉 接起來了 我說要不要視訊一下 你看是不是這一支 這樣子 我不用看了 我有傳照片給你 你傳給我 我再回傳照片 這個沒有錯 因為有不同的 他說對啦 就是這個 可能他是在忙 就有點 匆匆要掛上電話 他也沒有問價錢 我們就買了 然後買回來之後 照理說 你應該要來跟我拿 對吧 我還要送去你家給你 我送去給你了 對 送去給他一看 他本來很開心 你肯定是要送去 不然他怎麼給你錢 對 你怎麼收到錢 我們是朋友 我們會遇到嘛 不然你有幫我買 那我來跟你拿 因為我已經幫你跑這一趟 要是我 我不會叫他送來給我 我一定是去跟人家拿 然後他本來很開心 打開也看就說 這不是我要的 你買錯了啦 我說什麼 我打給你 你自己看對照照片一樣 他說我要ES的 加強版的 我說你傳的照片 就沒有啊 然後他就說 那這樣子 這不是我要買的 那我就說那所以呢 他說你有沒有朋友會想要的 還是你去賣他 我想說你這種話 怎麼敢講得出口啊 就你拿去賣他 那不是好朋友 我就直接這樣敢講 我說你怎麼講得出口啊 我被我老婆罵 去幫你買這個東西 你還這樣跟我講 對 然後他就說 好啦 那他就很勉為其然的 收了我的東西 然後就說那是多少錢 我就說你自己有寫喔 匯率你要出 我是刷卡的 那他就說 那你去調出那一天的 匯率是不少 拜託 我們如果說日幣 大概抓一個數字 換算一下 算一下就好了 我們一定 譬如說一萬兩千三百塊 譬如說這樣說好不好 一萬兩千五百塊 你不用找 對 我們是不是就是 不用了 就這樣子了 那匯率不用算 對 我就覺得這種朋友 我覺得就是不用再聯絡了 對 就到此為止了 因為就像周老師講的那樣 那個真的是 你會覺得說好朋友之間 你怎麼會買錯了 那也是你自己搞錯 那不是我幫你買錯 你怎麼會說 不然你看你的朋友要買 就是這樣 我不是想想 那個鑄鐵鍋 你知道 鑄鐵鍋 好 其實我以前有過受託 就是說要幫人家買東西 後來因為早很久 早很久就覺得 那一天的整個行程 對 都被打碗了 就泡湯了這樣 就後來就覺得說 都以後都會跟人家拒絕好了 那吳老師也有旅遊的經驗 對啊 因為我之前旅遊 都是有點窮遊 就是去 然後其實是很窮 然後沒有太多錢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次我去尼泊爾玩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一個印度的好朋友 也一起去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說一樣有公基金 然後大家就是幫忙 就是如果說我們大部分交通 就坐計程車 然後去吃飯 然後很多門票 不一樣的門票等等的 那你知道其實我們台灣人 去尼泊爾的那種門票 一次可能都是一千塊盧比 然後印度人大概一百塊盧比 差那麼多 對 差很多 那我們也會從 那為什麼有這個差別 因為尼泊爾跟印度很近 然後印度有很多人會去尼泊爾 那個旅遊 而且尼泊爾的語言 印度也都可以就是交流 對 然後我們就這樣去嘛 後來有一次是晚上 就是大概九點多的時候 我肚子餓 然後就跟我朋友說 我們去吃宵夜好不好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有吃晚餐 沒關係 那我們還是去吃 結果去吃了之後呢 很有趣 就是我點了一個 大概兩百多塊盧比的東西 他點了一個五百多塊盧比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一樣用公積金付了 可是呢 我後來就跟我朋友說 欸 你的五百多塊 我的兩百多塊 那你要不要就是 多拿錢出來 就是再多拿錢出來 再放到公積金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為什麼你這麼計較 然後就是 你怎麼會這麼計較 然後我就嚇了一大跳 然後我就心想說 你為什麼覺得我計較 你知道他細數給我聽之後 我真的嚇傻了 剛剛講的門票 我美佣公積金出 他沒有要我另外再貼九百塊 沒有 我沒有想到 我終於說我真的沒有想到 第二件事情 我那時候隱形眼鏡掉了 你要在尼泊爾找隱形眼鏡 多困難 你知道我們真的計程車 在市區繞了一個小時 終於找到有點像百貨公司的地方 賣了隱形眼鏡 他陪我找 計程車前他沒有跟我要 然後這件事情我就 我真的 他已經不舒服一陣了 所以他才價五百多塊的 對 然後 你還好吧 五百多塊 對 所以你才突然間覺得 就是那種 那種你真的拿了 你擁有的東西 你沒有感覺 可是當你覺得 好像別人用比較多的時候 你就有感覺的時候 我就檢討很久 我就發現說 天啊 這就是 因為我覺得 我有一點被那個窮游的那種 我覺得錢是很少的 這種感覺限制住了 然後我就檢討了很久之後 我就問我自己說 你出外旅遊到底在幹嘛的 不就是跟朋友開開心心的玩嗎 可是我覺得要是我 我不會講出來 他點五百多 你點兩百多 有一點吃虧 對 我 下一餐我就點八百多 常常去旅遊 一定會碰到這種事情 我上次去跟朋友 去北海道去旅遊 那我們有三個人 三個人去旅遊也是拿出公雞精 但是這樣子用 但是呢 因為那兩個人很會喝酒 我是不會喝酒 那到餐廳 他們一定會叫 叫酒 紅酒 那個酒 他只要整個比餐還貴 對 但是我沒有會覺得不快樂 因為不能喝酒的人 看到喝酒兩個人 在那裡搭水果很可愛 結果我一夜都怎麼來 一直唱 因為他們兩個講的話 是平常沒有講的 從來不講 對 我也覺得很好玩 對啊 沒有 我覺得 朋友上次最重要是一個默契 因為現在年輕人都是什麼 我們如果勾搭 我們各父各的AA 現在流行這樣 不就是一個公雞精對不對 那有感覺還是我比較老 我們都很習慣的說 這段我請 這段你請 譬如說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每次他跟他公 帶孩子帶就三個 我怎麼就跟我們女兒 可是你知道 我們就有一個很特別的默契 什麼默契 因為你咕咕噴噴噴噴 三不五時聚餐一下 老實講 兩個人是不是永遠比三個人吃虧 對 不過你真的要說出來 說出來就難聽 大家就不要生氣了 可是我跟你講 我這個朋友非常非常 可愛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換他 換他要請 那段換他要請 他絕對會痠到整個餐廳 其實我是慢慢是跟他相處 到最後我發現 他的夫妻好可愛 這個美感 你知道這個其實不用講出來 你自己就會感覺說 他有在用一個方式 來做一個平衡 一個平衡 那我心裡就 老實講 那個你就不會計較 你心裡本來覺得 你好貼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大家都可以學 那但是我有遇到那種 真的 你會氣得癱癱 我跟我朋友 有一次去淹水 我說我開車沒關係 因為我老實說 我開車開得不錯 穩 但是坐我車的人都很舒服 所以他們喜歡坐我的車 那老實講 這樣一天塞下來 淡水尤其 假日真的很塞 很痛 可是我也無所謂 那我又當司機 還說笑話 還當DJ 他讓你們聽到 放音樂什麼都OK 我跟你說 好了 到目的地 說中途 中途 你說你屬肌又低培 又DJ 又DJ 又有錢又會 又藝人 是不是 我跟你說 你了不起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覺得朋友在一起開心就好 像周老師一樣 沒有啦 後來說中途 我們想要喝那個星巴巴 好啊 就肚子有一點餓 好啦 大家就點點點 有的人點什麼 起司蛋糕有的人 那個可頌什麼什麼 後來 算錢的時候 你真的會吐血 沒有人吐血 不是 他連 這杯咖啡 我有特選豆 你沒有特選豆 我燕麥 你沒有燕麥 我這個 我這個可頌多少錢 我的蛋糕多少錢 連一塊都跟你計較到底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真的很不舒服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還心想說 就一人一半 反正參倍嘛 一人一半我都OK 我沒有說要他請 他居然給我 一塊錢都算 有時候我們想的 跟對方真的不一樣 嫁到比較真耶 真的 那個 所有的玩性都被 沒有 因為他這樣 他這樣他不能平衡 真的有些人他會記帳 對 記什麼帳 這就是那油被你來 你也記下去